身边很多人在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说你好拼啊 但真相并不是我想拼 而是我真的只是被生活推着走 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梗横火 出去玩吧 缓着也赚不到钱 这几年的行情确实是让很多人在经历这个拼搏 失败 沮丧 失望之后选择躺平 包括我 我也想干脆出去玩吧 回家带孩子吧 我们从高分期的数百人团队到现在的数十人团队 可想而知我们经历了什么 这几年我们身边同行喊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难 像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工厂租金啊 还有这个设备员工工资一个月 加起来还是要一个大几十个W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问过咱们这个季度的利润是多少 而是在每个月快15号的时候问我的财务 我们这个月的工资开销够吗 胆怯很卑微的那种感觉 这三年我们大概前前后后是经历了整整有三个多月 几乎是零收入的 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还是给我们的员工发了全心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座大山 基本上大家都要车贷房贷 还要承担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能力去做的 我们都尽量去做 所以到了后面我们很难的时候 就是很多员工主动提出 不然他们就离开吧 但是我老公就是很伤心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没本事 就是给不了大家一个好的前程 这三年我也不止一次的想过是不是坦平会更好 但是身体却是实诚的 我们几乎一天都不敢偷懒 我自己也是尽力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一方面也让员工有转感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收到了很多冷嘲乐风义愤填膺嘛 在这个时代在一些人看来 直播带货好像就有一种沦落分层的意味 但努力是没有错的 那我这样拼命是因为责任和爱吗 不是的 大概是因为我们还相信光吧 虽然我们的那道光好像已经很微弱了 但是我们还是在很努力的追光 读书的时候看《基督山伯爵》里面最后一句话是 我们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持综 等待和希望 我们很多时候是无奈的被按下暂停节 大部分我们这种普通人就不得不选择等待 但是等待是有分类的 你可以坦平你也可以坦赢 带着希望等待 带着目标去等待 那天当我看到我们学生时代的偶像 王欣灵姐姐 再次以那么棒的一个状态翻红 在感叹我们青春的同时 我更多的是相信在这背后 他一定是做足了准备 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不要用明天会更好来麻痹自己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过好今天 然后不断的训练我们自己去迎接未知的挑战 一起去做追光的人吧